人人來 很恐怖 妳呢 妳要真怕 好 妳有送不到 沒有 選舉結束 警方到夜店臨檢 店間的員警 認出曾被自己逮過的毒品人口 上前盤查 他果認遭到通緝 但是這一坐下 腰間似乎鼓鼓的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這來喔 這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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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老公這什麼 裙子 妳是要來輸贏嗎 這支而已 來 再敲 腰間被搜出槍枝 還有三顆子彈 他竟然臉不紅 氣不喘 你先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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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沒有 我沒有哭 來 你老公你叫什麼 我先跟你說 你通什麼 有啊 通啦 通嘛 我就問你通不 你老公不 原來22歲的嫌犯 台南人包含 詐欺 毒品及藥事罰等 總共涉嫌5件案件被通緝 去年逃到高雄藏匿 13號選舉結束 誤以為警方忙完選物累壞了 偷偷跑回台南找朋友 帶著槍枝到夜店去放鬆 沒想到原警一眼認出他來 這下子5條通緝要被解送歸案之外 帶著槍枝上夜店 又多了一條違反強炮罪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